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系列是华为重新回到5G手机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 有人推测它采用了麒麟9000S芯片 是完全国产化的高性能中央处理器 这意味着美国对华为公司的前面的封锁已经被打破了 雷文多在访华前后曾经明确的表示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政策没有改变 如果华为继续开展技术研发 拜登政府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我看看美国政府是多么的霸道 雷文多甚至表示中国不能出现超过美国的科技 话音未落 华为就拿出了手艺自己的高技术手机 给了雷文多给了美国人一个响亮而结实的回应 业界专家表示 META60 Pro系列的突出特点 不仅仅在于国产化的高性能芯片 还在于它是有史以来的第一种 能够直解的实施卫星通信的大众手机 并且在鸿蒙4.0操作系统当中 还集成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卫星电话的实现特别值得大家的期待 META60 Pro所联通的 是中国自主研制和发射的天通一号移动通信卫星 不仅仅能够像白斗手机那样发送短信 而且还能打电话 这是中国航天部门与华为公司 进行技术合作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天通一号目前有三颗载轨卫星 分别在2016年2020年和2021年发射上天 在01号新成功入轨之后 国家有关部门就在讨论 如何大力的推动在民用领域的应用 有关科研单位开发出了很多型号的天通手机 但是这些手机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看上去更像对讲机 块头很大 为了和35800公里之外的卫星有效的通信 天通手机的个头都比较大 主要是机身比较厚 而且侧面还有一根又黑又粗的天线 这样的手机 极大多数普通消费者都是用不着的 当时有关部门曾经做过预测 只有少数野外特整行业 才需要购买或使用这种手机 比如说边方行逻 远洋 渔业 森林消防 地址勘探 石油开采 急救救援等行业 当时预计的用户的规模大概有几十万 听起来是个挺大的数字 但是和普通的手机用户比较起来就微不足道了 用户数量少 就意味着手机的价格肯定会比较昂贵 一般的消费者会认为 几千块钱一部的手机就算很贵了 上万元一部的手机 那应该算是设置品了 但是在专业领域一部卫星手机卖五千块钱的三十百菜价 上万甚至好几万也不稀奇 这就限制了天通卫星在大众领域的应用 META60 Pro系列的出现 意味着老百姓只要买一部手机 就可以在地面移动通信和卫星通信之间灵活的切换 平时就用路边的铁塔 一旦需要前往深山老林汪洋大海沙漠戈壁 也不需要更换通信设备 还用META60 Pro就可以正常通话 天通一号卫星覆盖了中国全境 以及周边西亚非洲的一大部分 以及太平洋印度洋的大部分海域 在这些区域中 META60 Pro的用户是不需要担心失联的 这不但体现了华为公司本身的技术成就 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华为的大力支持 反过来META60 Pro的用户多了 对天通一号卫星的需求也就增加了 航天部门就可以发射更多的天通卫星 覆盖更多的地球表面 美国人想要封锁打压都无从下手 当然这也不是中国航天第一次支持华为手机了 北斗卫星导航在几年以前就成了华为手机的标配 至于华为公司引入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在中美科技竞争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半年前风靡一时的美国拆的GPT系统 它的母公司如今已经陷入了破产的困境 这个人工智能服务虽然性能不错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赚钱的模式 已经亏了好几亿美元 而华为在META60 Pro上面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 意味着中国的大众化人工智能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盈利的模式 不需要担心后继乏力 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并不仅仅体现在大国重器上面 往往也体现在一些很小很大众的产品上 乌克兰战争里面的无人机是这样 华为公司手机也是这样 华为的新产品与雷蒙多访华的撞车 体现出这样一个让人高兴的事实 在中美科技竞争当中 虽然美国还是能给中国制造相当大的麻烦 但是想捆住中国的手脚 把中国限制在落后国家的位置上 这已经是吃人说梦 不可能了 好 这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